说到娱乐圈这几年最风生水起的明星家庭 李小璐、脚奶、亮、甜心这一家三口 那绝对是榜上有名了 剧组、片场、时尚、红毯 发布会的现场到处都能看到他们的影子 刚才依然和小璐在台上也特别对你有一点告白 那在戏中你更亲爱哪一个 这个 哎呦 看吧咱们青云大哥仇的面对两位美人 一个是温柔甜静的才女江一燕 一个是霸气外露的辣妈李小璐 炫谁都不对啊 虽然在台上没能够分出个胜负 但是在生活当中李小璐那绝对是赢了 本人还对自己的爱情比较自信 自从结婚之后李小璐就一直是半影退 生了女儿甜心风头更是被盖过了不少 于是老公贾乃亮渐渐承担起了养家糊口的重任 出门应酬什么的也是在所难免的 不过说到情敌这个问题 咱们的李小璐也是压根不担心啊 是不大担心 会开玩笑了 但是没有担心 不错哦 文系也挺好 然后就这样 说实话贾乃亮也是一枚相貌堂堂的美男子 只是家中有两枚小工具 那自然自己是被挤兑调侃的那一个咯 不仅如此就连网友们也没有放过她 甚至爆出了一家风口 亮亮最丑的金句 简直是心塞呀 这个是让她真的是非常苦恼的一个事情 因为亮亮怎么说呢 本人还是比较自恋的 然后也比较有自信的 然后但被说成这样 她只能去接受 也许是因为网友的无情 让贾乃亮受到了一万点的伤害 于是她想出了一招 再生个儿子替她分担 没想到这点子一出 女儿甜心也是相当认同 天天追着妈妈要个弟弟咯 她就是说妈妈给我个小 生个小弟弟吧 我照顾她 然后我说你先拿个玩具玩一玩去 拿个玩具照顾照顾 她天天都在问我 但是但是真的这个事情要要要随缘 我觉得一个也挺好啊 虽说如今已经半退江湖洗手做羹汤 但是李小璐在演艺界那绝对堪称是资深人士啊 从三岁入行的小童星到三十二岁成为缝女郎 出生于演艺视角李小璐已经在娱乐圈里摸爬滚打了近三十年 也曾经在十七岁花季的时候勇夺金马影后 这一切都是对她演技的最大肯定 2000年一部都是天使惹的祸 让观众记住了这个帅真活泼的小护士 2007年电视剧奋斗让李小璐再度走红风光无限 随后在董璇的介绍下李小璐和贾乃亮一遍爱了 只是笔石南方的建立可被平平啊 基本是无人问津 女强男弱的状态持续很久 2012年李小璐顶着舆论的压力和贾乃亮结婚 婚后更是给老公最大的提携和鼓励 我结婚了生孩子了就容易把自己的这个重心点就移到家庭 然后像亮亮很喜欢演戏 我就比较在老公背后支持她这样子 终于当婆婆遇上妈产科男医生等热播剧 让贾乃亮渐渐在内地电视剧领域展露头角 女儿甜心出生之后 贾乃亮更是凭借着蠢萌老爸的形象圈粉无数 看着丈夫越走越好李小璐也甚是欣慰了 真的是这样的因为对我来说名利 得到名利你能最后得到什么 人的一辈子可能最终还是要回归家庭回归幸福 要快快乐乐的 所以对我来讲只要开心就好 眼看着老公的事业节节高升 女儿甜心也越来越懂事儿 生活过得无比安定和满足的李小璐 又一次开始思考起了自己的人生 演技没有生疏 容颜依然青春 不想浪费才华辣妈要发力咯 老实说到后期确实自己有点 就是怠慢自己在这个方面 但是呢 我又不想浪费自己的这个 这个这个才华吧 所以就是也希望能够有多一些机会接触 然后再拍一些好的戏 前面在线北京独家采访不大 又能够有多一些 也需要温暖水平台